壯观的玄武岩壁下方 三人拿着工具挖掘土壤 种植仙人杖 主要是为了防止游客靠近玄武岩 把玄武岩壁当成背景 游客开心比叶拍照 衣服还搭配跟玄武岩相似的妥色 澎湖池东大果叶柱状玄武岩 是当地知名景点之一 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大面积 柱状玄武岩竭力 感受大自然奥妙 只是因为玄武岩柱 都是经过上千万年 今年累月而成的地质结构 但长年来经过风吹日晒雨林 会出现怂动现象 因此严禁游客攀爬 但还是有人为了拍美照 不顾生命危险攀爬 负责管理的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决定在岩壁下方种植仙人杖 我觉得众仙人杖的出发点是好的 因为仙人杖就是他会有刺 那民众们一定不会想要受伤 或触碰到坚持的东西 那也可以保护到岩壁的部分 现场明明就设有禁止攀爬的警告标语 违反者还会挨罚最高百万元 但还是有人不停劝 我们大概在这两三年来呢 就开始在种植一些仙人场 就是为了要避免游客遭受到玄武岩落实的这样的危害 那我们种植仙人场之后呢 会有一些空间的区隔 利用天然屏障隔开游客跟玄武岩 不只能保障民众安全 也不会破坏到自然景观 原本湛岸的大海染上淡淡粉色 多了一股梦幻感 澎湖不只有壮观的玄武岩 可以看最近刚好珊瑚缠软 旁边的海面上出现难得一见的景象 也让游客好惊喜 今天新闻城镇料判 澎湖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